各位,上次李尋寬和阿飛坐坐馬車,發現先頭在飯店仔裏拿走諸葛雷的黃布包袱的黑蛇就死在路中間。 他們下車查看,原來左近就已經撥了一班人。 他們有金絲標局的總標頭查猛,神行無影余二斃,還有苗疆極樂棟五毒童子的門下。 只聽見那個余二斃,這陣子閉上臉對著自己那班人說, 你們對李探花的故事是知道不少,但是你們有沒有聽過? 小李尋寬,冠絕天下,出手一刀,禮不虛法。 那個黃衣童子就騎騎笑話, 出手一刀,禮不虛法,原來你是怕我被他手上的小刀弄死? 你啊?回去沒辦法向我師父交代,所以才扯回我下來,是不是? 李尋寬就說了,哈哈,各位儘管放心, 在下出到第二刀就一般了, 況且第一刀怎麼也殺不死你們六個人。 各位,如果想來為諸葛雷報仇,那就不妨動手了。 金絲標局的總標頭查曼這陣子,奸笑兩聲說了。 哈哈哈哈,諸葛雷自己活該, 誰呢?又怎麼怪得李卿呢? 李尋寬說,啊? 那各位來這裡不是為了報仇嗎? 哦,難道是來找我喝酒的? 如意閉就插嘴了。 我們,你也是要你交個包袱出來的。 包袱? 好,李尋寬皺一下眉頭,查曼就說, 沒錯,那個包袱是人家重託給金絲標局的。 如果有什麼東瓜豆腐, 本標局幾十年的明星就這麼大了。 李尋寬看黑蛇那條絲,就問, 什麼包袱,不在他身上嗎? 查曼就說了,哈哈哈哈, 哈,李兄你說笑而已, 當時有你在場, 區區的黑蛇又怎麼拿那個包袱走啊? 李尋寬皺就皺眼眉頭, 暗暗沉沉沉說了。 唉,我平身最怕麻煩, 麻煩為什麼總是要找我的呢? 查曼聽不清他說什麼, 接著又問, 只要李兄肯還那個包袱給我, 我不知道馬上就走, 還多多少少有些心意給李兄喝酒的。 李尋寬就輕輕插手那把刀仔, 忽然間小笑說了,哈哈, 沒有錯, 那個包袱, 事實在我這處, 只不過我想想想還不還給你們住, 查曼面色變山, 余二斑就搶著說了, 不知道李兄要想多久呢? 李尋寬說, 一個時辰夠了, 一個時辰之後, 我們還是在這見面吧? 好, 那就一言為定。 余二斑就不說一句話, 一句話, 一句話, 就叫自己的同黨走, 那個黃衣童子臨走的時候就說了, 嘿嘿嘿, 半個時辰, 李尋寬就扔到沒有雷弓那麼遠都行, 要不要一個時辰那麼長啊? 怎知道馬上被余二斑就搏回他。 小李探花從出道以後退隱之前, 沒聽人說過, 他會林鎮肅殺的。 嘿嘿, 這幫騎尼拐真的來得快, 退得更快, 眨眼, 全部都沒有蹤影了。 人們走完之後, 阿飛就問李尋寬, 那個包袱在你那裡嗎? 李尋寬說, 不是啊, 阿飛覺得奇怪了, 既然在你那裡, 那為什麼你先頭要承認呢? 李尋寬就笑笑說了, 嘿嘿, 我就算說不在我那裡, 他們會相信嗎? 遲早都要打一場的了, 不如索性認了, 就省一口氣了。 這樣啊, 反正都要打一場了, 那你還想什麼呢? 在這個時辰之中, 我要先找到一個人, 找什麼人啊? 透包袱的那個人, 啊, 你知道他是誰? 嗯, 昨天在酒店裡, 有三個金絲標局的標頭, 除了朱國雷和趙老儀之外, 還有一個人, 我就是要找他了。 阿飛聽李尋寬這樣說, 他也跟著想了一陣, 哦, 你又說那個, 穿件花棉蠟, 腰道纏著條軟邊, 耳朵有縮黑毛的矮仔啊? 李尋寬說了, 嘿嘿, 阿飛啊, 你看了他兩眼而已, 看得這麼清楚的了, 我只是看他一眼而已, 一眼就夠了, 嗯, 沒錯, 阿飛, 我說的就是那個人, 昨天在酒店裡, 就得他知道那個包袱的價值, 他一直躲在旁邊, 沒有人注意他, 所以, 就得他有機會拿那個包袱而已, 因為他知道那個包袱的價值, 故此就有心要獨吞, 知道他又怕茶孟懷疑他, 於是, 就將責任全部推到我那裡了, 唉, 幸好我幫人家背鑊, 都不是第一次了, 阿飛一聽, 就仿然大怨了, 哦, 茶孟他們知道你的行蹤, 那不用問阿貴, 都是那個人去通風報信的了, 對, 你猜對了, 那個人為了怕茶孟懷疑到他, 暫時他神敢逃走的, 對, 你又猜對了, 所以現在他, 一定跟茶孟在一起, 只要找到茶孟, 就可以找到他了, 你尋歡忍不住就拍拍阿飛肩頭了, 哈哈哈哈, 阿飛呀, 看來你再在江湖道運三五年, 包補成了精, 將來我們如果還有機會見面, 希望還是朋友, 阿飛定了眼看著他, 你現在就要我走? 李尋歡說, 老實說, 這次是我自己的事, 和你沒有些拉奸, 人家又沒有找你, 那你為什麼不走呢? 哦, 你又怕連累我, 還是不想拉我同行? 李尋歡眼光中露出一些痛苦的神色, 不過還是小笑說, 唉, 阿飛呀, 天下沒有不散的言跡, 我們反正遲早都要分手的, 早幾日遲幾日, 又有什麼區別呢? 阿飛不出聲就想了一陣, 忽然間, 買車廂裡就倒了兩碗酒出來, 對著李尋歡說, 他說, 好了, 我再敬你一碗, 李尋歡接過那碗酒, 咳嗽聲一喝喝完, 接著就說, 聯軍, 更盡一杯酒, 與你同宵, 萬古十。 他想笑的, 之後互亂身, 不停地咳嗽, 阿飛又著鼎鼎地望了他很久, 忽然間十聲凌轉身, 大步而去, 這陣子天邊, 又飄下飄下雪花, 天地之間, 靜到甚至可以聽得到雪花飄落在地下的聲音, 李尋歡看著這個年輕人, 聽到直筆的腰身, 在風雪中漸漸消失, 看著地下那兩行漫長孤獨的腳印, 他立即又倒了一碗酒, 舉高酒碗, 暗暗沉沉地說了, 來, 年輕人, 我再敬你一碗, 不過, 你知不知道, 我是不想真的要你走的, 只不過你前程遠帶, 跟著我, 永遠沒有好處, 我這個人已經好像跟賭媒麻煩危險不幸的事做了好朋友了, 那阿菲當然聽不到他講的說話了, 那個胡蘇佬始終好像一塊石像那樣, 站在李尋歡旁邊, 一聲不出, 整身雖然已經積滿了冰雪, 但是他絕不會動一下, 李尋歡, 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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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氣喝了碗酒, 另轉身看著胡蘇佬說了, 你就在那兒等, 最好連黑蛇的屍都賣賣, 我, 我一個時辰就會回來, 胡蘇佬低頭, 忽然開聲說了, 我知道金絲茶盲, 雖然以掌力運厚成名, 但只不過是徒有虛名的, 少爺, 你在四十招之內, 就會切他的頭下來, 李尋歡就隨便笑一下, 或者不用十招呢, 少爺, 那那個如意斃呢? 李尋歡就說了, 啊, 他輕功不錯, 聽說暗氣又很毒辣, 不過我還可以完全對付他呢? 是, 聽說極樂洞門下每個人, 都有幾手很邪氣的外門功夫, 先頭看他們出手, 果然跟中原的武功路數不同, 李尋歡立刻打斷胡蘇佬的說話, 啊,你放心, 就憑這些人, 我都未曾放在眼內的, 少爺, 你不用騙我了, 我知道這次, 如果不是那麼兇險, 少爺是不會被那個, 那個阿菲少爺走的, 李尋歡一聽, 就即時焦了臉口, 怎樣? 你什麼時候變得那麼多嘴呢? 那個胡蘇佬果然不敢再說話, 那頭倒得更低, 但等他擔高頭的時候, 李尋歡已經入了樹林, 好像又在那裡啪啪聲咳咳咳, 斷斷續續的咳咳咳, 在風聲中傳來, 聽聞了實在是令人心碎, 胡蘇佬這時候眼淚混了, 暗暗沉沉沉說, 少爺, 我們在關外本來好地地, 你為什麼還要入關來受苦呢? 十年那麼久了, 難道你還記住他? 想見他一面咳, 不過你就算見到他, 一樣不會跟他聊天的, 少爺, 你這樣又何苦呢? 胡蘇佬在那裡暗暗沉沉說, 他是誰就暫且不提了, 話說李尋歡一進了樹林, 先頭那種爛散落幕的神情就全部沒有了, 即時變得好像狼狗那麼輕節矯健, 他的耳朵, 鼻子, 眼睛, 全身的每一條肌肉都已經有效運用, 雪地上, 呼之間, 甚至空氣裡頭, 只要有些多敵人留下的痕跡, 些多不同的氣息, 他都絕不會錯過, 二十年來, 世上從未試過有人能逃得過他的追蹤, 他行動雖然快如脫兔, 只看來並急躁匆忙, 就好像一個絕頂的舞蹈者, 無論在多麼急速的節奏下, 一樣可以保持他優美柔和的動作。 十年前, 他放棄了自己所有的一切, 黯然出關, 也曾經路過這樹, 那個時候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。 他覺得這樹有間酒店仔, 離遠就可以看到那枝掛得很高的酒字旗, 當時他亦曾經停下過, 進去喝幾斤酒, 那些酒雖然不美, 但那個地方面對青山, 耐帶綠水, 春天的游人很多, 他看著那些寬笑的紅藍綠女, 一杯杯喝著自己的苦酒, 這個印象令他永遠都不會忘記。 唉, 想不到自己又回來這樹, 經過十年的歲月, 肯定人免全非。 當日疏著變仔的小女兒, 現在或者已經嫁作人父, 當日的恩愛夫妻, 或者已經歸於黃土, 就連當日的桃花, 現在已經被染在冰雪裡頭。 但是他希望那間小小的酒店還在那裡。 他這樣想, 並不是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憶, 而是他認為金絲茶蠻他們, 說不定就會在那間酒店裡挾腳。 冰雪中的世界, 雖然和春風中大不相同, 不過他經過這條路的時候, 心裡還是忍不住忍忍若若, 感覺到一陣陣刺痛。 財富、權勢、名譽和地位都比較容易捨棄, 但是那些回憶, 那些辛酸多於甜蜜的回憶, 就好像沉重的枷鎖, 是永遠都脫不開的。 走著想著, 李尋寬引不住在懷中摸出一個扁扁的酒瓶, 咳咳聲喝了一瓶酒, 等騎騎聲咳一輪, 又止繼續向前走。 他果然看見那間小小的酒家, 那間酒家是站在山腳邊, 屋外四面都是寬闊的酒廊, 珠紅的欄杆配上碧綠的沙槍。 現在欄杆上的紅漆已經剝落, 紅花亦都被白雪代替了, 白雪上車輪痕跡,馬蹄中環, 還聽見屋後邊有馬叫聲隨風傳出來。 哦,李尋寬知道自己沒猜錯, 查萬他們果然就是個雪血腳, 因為在這種天氣,這種地方, 絕不會有其他遊客的。 他的行動更加快, 就更加小心了。 靜靜地聽了一下, 酒店裡頭沒有什麼人聲, 他走走眉頭, 出聲,一支箭地飆過去, 飆過去, 發覺那間酒店實在靜得出奇, 除了偶然有幾聲馬叫之外, 其他什麼聲都沒有。 酒廊上邊的地板已經很塵舊了, 他的腳剛剛踩上去, 即時發出一聲, 他馬上退後十幾呎, 但酒店裡頭, 只有一點動靜都沒有。 李尋寬很快就繞到屋後邊, 他認為, 可能金絲查萬沒有來到這裡, 誰知道他即時就見到查萬, 查萬居然還在眼睫睫地看著他。 查萬那兩隻眼脈幾乎突出來了, 黃琴琴的臉色顯得更加真靈可怕, 他就站在馬房前面一條木柱邊, 咦! 馬房裡的馬就叫了一下, 又踢一下腳, 但是查萬還是站在那裡, 又不出聲又不動, 就好像一個泥頭公仔一樣。 李尋寬暗中嘆了一口氣了, 唉! 想不到, 他講了三個字, 馬上停下嘴, 因為他發覺查萬再也聽不到任何人說話了。 李尋寬認真地看查萬的頸喉, 已經穿了個洞, 顯然殺他的人, 是不想讓他血擠到自己的衣服, 所以一劍刺穿他頸喉之後, 跟手折舊雪到他的傷口上。 等到雪被熱血溶化的時候, 那些血已經被雪凝結住了。 查萬那條屍, 還直不得站在那裡, 捱著木柱, 沒有發低道, 由此可見, 殺他那個人, 身發多麼輕, 多麼快, 他一劍刺穿了查萬頸喉之後, 馬上拔回一把劍, 連一些多餘的力都沒有洗大, 所以才沒有撞掉查萬那條屍。 查萬固然是準備抵抗, 但等到這一劍刺穿頸喉, 他的招式還未來一次洗出, 所以他的屍, 照舊保持著平衡。 嘩, 這一劍很快, 李尋寬有些驚奇, 他知道金絲查萬成名二十多年, 沒有蝕過什麼大底的。 他金絲標的招牌又這麼硬, 由此可見, 查萬並非弱者, 但他連反抗的力都沒有, 一劍就被人刺穿了頸口。 厲害, 李尋寬一轉身, 就哪個酒店裡頭呢? 酒店門口就沒有掛到門簾, 裡面又沒有擺什麼桌椅, 看得出這間酒店都不想在這種天氣做生意。 那整間大屋, 就能靠窗口邊擺著一圍酒菜, 不過這些酒菜多數都沒有動過的。 來自極樂洞的那四個童子, 一樣變成四條僵屍。 嘩, 什麼查萬地, 失驚無神, 在這間酒店裡全部死了? 到底是什麼人做的手腳呢? 要知道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